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一种未来飞机 它可以像普通飞机那样起飞 然后以高速在天空中进行飞行 世界上最早的空天飞机是美国在1986年研制的X30空天飞机 之后又试验了X37B空天飞机原型机 其实在空天飞机领域 中国也有类似的装备 它就是神龙空天飞机 全名叫做神龙空天轰炸机 神龙空天轰炸机的时速达到1.6万至3万公里 在30至100里的高空中可以进行最高25倍音速的飞行 而且还可以重新进入地球轨道 然后像飞机那样安全着陆 中国的神龙空天飞机最早曝光于20107年 网络上流传神龙空天飞机被挂载轰6轰炸机的金山下方 在2012年又传出中国已经突破神龙空天飞机的四项关键技术 神龙空天飞机发动机试车成功 虽然关于神龙空天飞机的消息很早就出现 但是官方并没有正式公布这款神秘空天战机的具体发展情况 外界对它的了解也只是通过网络出现的几张模糊照片 不过近日某大学专家研制团队披露了中国神龙空天飞机的一些情况 该团队专门为神龙空天飞机研制的罗马车全电刹车控制系统取得了巨大突破 为高速飞行器的刹车系统实现跨越式发展 从此前被公布的神龙空天飞机很多特征来看 神龙空天飞机就是一款超高速天地往返飞行器 它需要罗马车全电刹车控制系统的协助才能实现有效的减速 这也从侧面证明神龙空天飞机确实存在 神龙空天飞机是航空与航天技术的结合 技术非常复杂需要突破大量的关键性技术 如防热材料超燃冲压发动机等 如果没有这些技术要想研制空天飞机难于登天 神龙空天飞机的外形类似于美国的X37B空天飞机 但是与X37B相比神龙空天飞机要小得多 体型大概为X37B的30%左右 神龙空天飞机还具备全球导航能力 神龙空天飞机由轰流轰炸机在一万米的高空投放 然后自行调整方向在次轨道对目标进行轰炸 神龙空天飞机的存在 也让中国更早地跨入空天飞机时代 空天这个领域的技术成就非常高 不是每一个都可以完成的 中国这次实现自己的空天飞机 神龙空天飞机的试验 可以让中国在未来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近日 有关中国空天飞机的消息 成为了军迷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据介绍 中国的空天飞机已经在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并会在不久的将来正式亮相 而且 从技术发展的角度看 中国的空天飞机在技术方面 整整领先了西方一带 据介绍 中国的空天飞机叫做神龙 是中国目前正在全力研发的跨大级层飞行器 神龙空天飞机的最大速度达到了25马赫 神龙飞机可以在距离地球30到100公里的近地空间轨道进行飞行 这就使得神龙飞机具备极快的飞行速度 只需要一个小时 神龙飞机就能做到打遍全球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研发这种空天飞机呢 从用途上看 神龙空天飞机可从军用和民用两个方面来解读 下面我们就从军用和民用两个方面来说说神龙空天飞机 在军用方面 神龙空天飞机可做到比洲际导弹和战略轰炸机效率还要高的打击效果 这个打击效率高体现在哪里呢 很明显在于神龙空天飞机没法被敌人进行拦截 我们都知道轰炸机和洲际导弹是当今主要军事强国对敌军进行打击采取的重要手段 这一手段在过去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 可随着世界各国反导技术的逐步提升 这一技术的优势也就在逐步的丧失 毕竟当今很多国家都可对洲际导弹和轰炸机进行有效的拦截 正因为如此 我们就得找到一种能彻底摆脱敌军防空反导系统拦截的新型武器 而这种武器就属于空天飞机 据介绍 神龙空天飞机可由轰6K轰炸机搭载升空 当轰6K飞到距离地面15000米的高空后 神龙空天飞机就会从轰6K的机腹下方迅速发射 随后 神龙空天飞机的冲压发动机将迅速点火 引导空天飞机以25马赫的音速飞向敌人的目标 与此同时 神龙空天飞机的飞行速度将达到距离地表30公里到100公里的地方 这就意味着 神龙空天飞机将彻底摆脱敌人反导系统的追击 最后 神龙空天飞机将对敌人的目标发射 我国自主研制的超高速巡航导弹 进而把敌人的目标击中消灭 所以说 神龙空天飞机的战斗力那是优秀的很 在军事用途上 神龙空天飞机开创的空天作战飞机 打击敌军目标的作战样式 将被彻底改变人类军事发展的进程 除了军事用途 神龙空天飞机还有哪些其他的用途吗 有 在民间方面 我们可以依靠神龙空天飞机提供的技术 把太空旅游服务做到平民化 今后 我们的普通民众就能通过乘坐空天飞机 飞向距离地面300公里的轨道 来一次说走就走的太空旅行 另外 神龙空天飞机在未来可搭载激光武器投入太空 对威胁地球生存的近地小行星展开激光摧毁 进而保证我们地球生态圈的生存安全 所以这型神龙空天飞机真的是用途多多 在未来 以神龙空天飞机为代表的我国新一代空天飞机 将拉开我国新一轮军事变革的步伐 也在改变我们的生活 美国X37B空天飞机可续航717天 中国腾云工程2020年上天 空天飞机是一种既能航空又能航天的飞行器 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做有翼航天器 在世界很多国家都曾经有过研制 其中开始最早 最为著名的当属上世纪60年代前苏联提出的5050计划 也称螺旋计划 1962年 科罗廖夫下达军用空天飞机的研制任务 米高阳第155设计局开始了该计划的研究 图伯列夫设计局负责研制载机 按照预想 螺旋飞行器在高超音速载机的帮助下 以5.5至6马赫的高速将空天飞机送上24至30公里的高度 空天飞机在被释放后进入地球轨道 在执行完计划飞行后 可以像飞机一样重返大气层 此后的几年内 前苏联开始制造试验飞行器 到了1969年6月 前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认为 这个项目根本不可能完成 于是计划就此终止 直到5年后 在火箭发动机专家格鲁什科的大力推动下 项目重新启动 并在此后完成多次试飞 证明了空天飞机的可行性 进入80年代后 空天飞机的研制走上了高潮 1988年11月15号 苏联暴风雪号升空 并成功进行了精准着陆 但是随着前苏联的解体 暴风雪号失去了用武之地 此后 作为苏联最大继承国的俄罗斯 出于各种方面的原因 无力再继续空天飞机的发展了 1986年 美国提出代号X30的空天飞机 并在其后陆续研制出 X33 X34 X43等 2010年4月22号 首架X37B原型机上年处女航 在随后的三次发射中 X37B不断打破飞行记录 直到今年8月27号 X37B载轨时间超过了717天 再次创造了新的记录 据了解 X37B载轨期间进行了 多次复杂的变轨操作 机动性能优异 不过该飞行器此次执行了哪些任务 外界仍不得而知 它的具体性能 在各个媒体也都处于猜测阶段 目前看来 空天飞机具有比传统火箭助推的飞行器 更低的燃料成本 并能在各轨道之间航行 各发挥优异的灵活性 这些优势可用于搜集情报 高空侦查等行动 中国的空天飞机研制时间 并不比苏联和美国晚 早在1986年3月 我国就提出了著名的863工程 也就是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其中 该计划中关于空天飞机的项目 代号为腾云 由航天科工集团负责研制 该项目采用两级入轨方案 利用飞翼运输机背负小型航天飞机 飞翼运输机在起飞阶段 采用涡喷发动机点火起飞 当加速至3马赫后 冲压发动机启动 将时速进一步提升至6马赫 此后火箭发动机点火 飞行器速度突破9马赫 与此同时 空天飞机与运输机分离 其自身液体发动机点火 将飞行器送进地球轨道 在空天飞机完成入轨后 运载飞机将依靠自身剩余燃料 返回发射场 空天飞机完成任务后 减速回到大气层 实现回收后可再次利用 腾云工程涵盖了众多的关键技术 其中包括飞机结构的研制 气动外形的设计和动力系统的设计等 研制难度颇高 按照计划 腾云工程将在2020年完成首飞 待该项目成熟后 飞机将具备廉价便捷 机动性强等优势 我国的航空航天事业 也将因此获得新的进步和技术突破